为了振兴花灯观光台铁推出总统花车 将过去曾再送前总统李登辉的列车 以邮轮式列车的形式推出相关旅游专案 上午在花莲车站首发车 吸引许多铁道迷搭乘体验 抢到票的旅客很兴奋 因为这班列车是33年前 李登辉前总统搭乘后就没有再使用过 一般民众也没有机会参观 现在把当时搭的编组复刻重现 不只有男主卧也有女生主卧 里面也是李登辉喜欢的中式风格 很多都是过去书本上没有公开过的 民众上车还会有文化志工导览解说 台铁现在也希望通过这班总统花车 能够带动花冬观光